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朝鲜,朝鲜那问题了 认为美国人已经真正对朝鲜动手 甚至他的F117隐形战机应该进入了朝鲜的领空 当然这是推测了 可是所有人都认为真正对朝鲜产生作用应该还是中国 今天传出消息,国内应该说在十九大前 习近平真是玩真的了 出大招,中国关闭境内的所有与朝鲜有关的企业 中国商务部和工商总局共同发出文件称 执行联合国决议 在一百二天内关闭中国境内的涉嫌朝鲜的所有企业 那这里面包括中外合资 中外合营,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 中国企业在境外与朝鲜实体和个人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 都要按照联合国决议已以关闭 28号今天发出的消息 不适用于经联合国朝鲜制裁委员会逐案批准的豁免项目 尤其是非盈利项目,非商业性项目 那这是应该是中国所拿出来的 应该是最有利的 对朝鲜来讲,这可是最残酷的做法 他也提到说 这个决议叫执行了联合国的2375号决议 这是9月12号当时做出的决议 包括禁止朝鲜的纺织品的出口 收紧对它的能源的供应 为什么这个打击太大 是因为每年朝鲜大概全球的贸易往来 60亿美金 而中国与中国进行双贸边界的贸易 55亿 所以那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 也就是说 中国实施这种做法 那基本就断了所有的朝鲜的外汇来源 断了朝鲜所有的外汇来源 那这个打击就太大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打击 那我不知道它怎么执行 但是从正式场面上是这么执行了 昨天我们提到朝鲜发出的威胁说 要在太平洋上空进行导弹核爆 清淡核爆 如果进行清淡核爆 那等于是向全球全球这个发出挑战了 但是呢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认为呢 制裁没用 制裁主要是针对朝鲜说 制裁它的这个核武器的制作能力 但是据它认为 朝鲜已经具备自我能力来生产核武器 就是原子弹和氢弹的所需的一切东西 他说在朝鲜城市叫咸兴啊 山脉里面有一个有个不起眼的化工厂 可能正在秘密的研制 是威胁美国的系列导弹所提供的燃料 他说该厂生产一种燃料 特出火箭燃料 是用在远程导弹里面的 他将解决朝鲜观察者之间 一个深奥有争论的结果 有些人认为朝鲜无法生产 它的导弹推动燃料 只能从俄罗斯和中国进口 而有些人认为不是 他们已经具有自己的这种能力 说法不一 那我个人曾经接触一个人 这个人很有名 咱们现在先不好说他是谁 他原来的工作 在国内工作 就是在国内航天部 在西部地区的 专门做导弹 导弹燃料的东西 他自己介绍 跟我介绍 直接跟我介绍说 中国的固体燃料 导弹的固体燃料是世界第一的 是世界第一的 但固体燃料的 它的缺点就是说 点火慢大概是 它的推动力量差 而液体燃料呢 它的力度更大 就是它的性能更好 可是液体燃料的缺点就是说 它不能储存 导弹你要进入到这个液体燃料 他说大概得半个小时啊 还是几个小时 咱们不知道 他说那导弹发射的时候 当你准备发射了你 现贯燃料的话 那人家不就给你全给拍的了 拍仓给拍的 固体燃料 可以就直接放在导弹推进器里面 对吧 促成导弹发射 但是它的性能弱 在射程的保证上相对弱一些 所以导弹燃料是一个关键所在 这里他讨论的同样是导弹燃料问题 但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不知道 而刚才结合刚才提到中国对朝鲜的那种贸易上的制裁 有理由相信那种贸易制裁 对整个朝鲜的整体的打击太大 因为他牵扯到朝鲜的所有的外汇问题 所有那那段就是断送了他的所有外汇来源 跟这个概念就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所以但是朝鲜的 导弹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这个发展 恐怕是进入了最后的完美阶段 完成阶段 有理由 所有人都有理由相信朝鲜会再次进行核实验 德国之声认为 他引述了韩国的媒体和军界的消息认为 朝鲜可能在十月份 劳动党朝鲜劳动党建党的纪念日前后 或者中共十九大期间 有着进一步的挑衅行动 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叫做郑一荣 在与总统文在寅会晤时表示 朝鲜可能会在十月十号或者十八号前后 采取下一次行动 十月十号可能是他劳动党的建党日 十月十八号是十九大 那我们就不知道过两天 那执政的民主党的人对这个 这是指韩国了 对路透社说 国家安全顾问的报告中 对由意外事件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担忧 文在寅表示 华盛顿和首尔同意继续施压 同时保留对话的余地可能 那文在寅在另外一个讲话中提到说 国际社会抑制朝鲜的核恶心和野心的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希望韩国跟美国能够加强合作 基本上谈到是这么个概念 就是说 大家承认朝鲜会有进一步行动 但行动是什么 其实就围绕这些了 那达到什么程度 他不好说 而在我眼睛里呢 其实后来朝鲜的真正的目标 把川普当表面的目标 真正的目标是习近平 是习近平 如果原因就是他的金正恩的背后的大的势力 就是这么讲吧 金正恩杀掉他姑父是得益于周永康 而他的姑父之所以被他杀掉 是因为他的姑父跟胡锦涛说 他的姑父要用金正男金正恩的哥哥代替金正恩 那就变成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搏杀 对吧 而这个你死我活的搏杀 以周永康为代表的整个江泽民曾庆红体系 站在了金正恩一边 利益上 生死上站在金正恩的一边 那今天的习近平就自然成为了金正恩的对手 所以在十九大之前 如果金正恩跟中共就是与习近平对立的势力 能够还有联系的话 会有什么动作 不好说 那他光试验 不足造成威胁 那东西是真得打 对不对 那如果真得打的话 他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 如果金正恩如果习近平有着重大的举动的话 金正恩会不会有可能从利益的角度 从生那种团伙的角度对习近平下手呢 不知道 这都不好说 对吧 那我的说法就是说 他放炮不是目的 只是手段 谁天天放炮 你就这么放吧 干嘛使 放一个炮 获得多大的利益 我加起来放了十五个炮 最终获得整盘的利益 这是利益的人 利益追求的人 战友的人所 真正背后的目的 那到现在金正恩都没把那个目的拿出来 到现在金正恩没把目的拿出来 到现在习近平对江泽民曾庆红的处理也没拿出来 这是对等 而这个扣拴在了周永康向金正恩泄密上 所以他们的利益的团伙 利益上的需求就表现得更大 如果从这点上说 2017是进化和回归 你如果放在高智盛的角度来讲 他叫2017起来中国 对吧 但如果你放在了预言的角度上说 乾坤再造再较亢 里面都谈到了今年那个时间 对吧 那高智盛先生有他的推断的理由 那我跟大家分析主要是从生命的角度去 在这种大的利益的也就是说反腐亡党部反腐亡国 而习近平出于反腐的目的 先是保住自己的生命 保住自己的生命同样是命运 把他推到了今天走到了现在的场面 而这个走到了现在的场面 却迎合了乾坤再造再较亢的更大的命运上的推测 谁也跑不了 这天地人谁也跑不了 对吧 乾坤再造再较亢 较亢是指木星的位置 岁在较亢 那金木水火土木星的位置 在较亢亢亢的位置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段上说在中国出现了大灾自然灾害 水他特别提到是水 那结果中国跟跟这个美国都出现了水 对吧 大兵 这是他提到 那就是朝鲜 战争在其中 而这其中他的核心却是中共朝廷中 就是中共政权中 一等一的他说的是皇帝家里面的死人 出现这种天象的绝对性的改变 天象绝对性的改变 他讲得很清楚 乾坤再造 乾坤天地 与人相关的能够知道的这天与地的生灵 乾坤再造 重新再来 所以已经不是单纯的改朝换奈 不是单纯的改朝换奈 所以那他的含义 他的意义就显得更加深刻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起来就是 中国习近平已经完全跟金正恩冲突 冲突的背景之下应对了现在的环境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